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Sir Patrick 頻道 僱傭頻道 今天有網友都想問 究竟現在在海外請工人過來香港 隔離時需不需要給人工呢 隔離大家都知道21天規定的隔離 亦都要指定的Hotel 現在大約三十多間 通常現在的Hotel都會包三餐 隔離是否需要給人工呢 政府也有回應 如果工人不是在他指定的工作上上班 即是未離身 那理應是不需要給人工的 另外菲律賓也確認了 工人在21天的隔離 僱主是不需要給人工的 當然他來香港之前的核酸測試 以及住在酒店的費用 當然是要僱主支付 另外有些僱主會有這樣的安排 他現在規定隔離21天 應該來21天之後 一般的agent就會帶他去驗身 驗完身的話 不能夠立即出了一個report 那個驗身就是基本驗身 就是驗印 驗肺炎 愛知病 性病 測試 不可以立即日出到 那個僱主也不放心 立即接他走 有些僱主就會安排 可不可以還定都給了這樣的錢 會不會是再給多一天 或者兩天的Hotel錢 是會有這樣的安排的 那大家需要知道 一般的Hotel隔離21天 那會不會這樣說 你幫我預約他22天呢 那Hotel不會連續性 在同一個Hotel的room裡 是22天可以預約的 通常21天就完了 那你要再預約22天 或者是第二22天 那你就要另外再預約那間房 或者另外再安排另一間酒店給他 那就是換言言之 你21天 第21天你幫他check out check out帶他做身份證 或者帶他去驗身 然後再去check in第二間酒店 通常都會這樣安排 那大家要注意 那你說現在再update大家 那個Hotel的價錢 大約多少錢 那當然Hotel又便宜又貴 那一般我覺得可以接受到的話 是五六百元一天的Hotel 就包括三餐的了 那大家可以計算一下 五六百元乘以21天 或者22天 那大約多少錢 就是你現在要付的費用 那我也希望 在一個最不久的將來 盡快取消了這個隔離政策 那就是耳未著 那這個新冠狀病毒肺炎就過去了 那大家就很安心地請回工人 好嗎 那今天我就說了這麼多 那也是那一句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想我再分享 討論一下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 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好嗎 今天說了這麼多 那下次再見 拜拜